小珍和李静良之类夫妻 从交往之初就风雨不断了 李静良不断地被爆出 她花心劈腿的新闻 甚至有人传得很夸张 爆料说其实李静良一开始 要追的不是小珍 而是小珍的妈秀秀 不过两个人中秀最后 还是步上了红毯 在结婚之后 李静良还是继续地被拍 光看这些照片说故事 可能已经把这个故事 说得非常难听 有人干脆叫小珍离婚 虽然你没有必要继续忍下去 但是小珍终究没有这么做 为什么呢 我们继续来看 《资人记者丁学明》 林景台的报道 她是艺人兆头 去年12月 传出于胡瓜女儿胡云珍 以及遗失男友李静良 发生三角恋 五四三二一 《西立人期》的第一幕 开启的第一幕 居然就是来为隔两岗 又爆绯闻 胡瓜女婿李静良 主动召开记者会 还招着老婆小珍做背书 似乎是要宣示婚姻没问题 两人的手紧紧相握 澄清跟毛毛的关系 从交往到结婚 小珍和李静良的感情 始终是媒体和狗腿关注的焦点 在美光灯下谈恋爱 有人佩服小珍 老公不断地出包 她还能够处置太眼 堪称是最佳人妻 身为一个太太 其实要陪在先生的旁边 最大的不容易就是在于 你要一直忍受她的 不管是好的坏的 你知道一直忍 我觉得小珍在这个忍受度上面 她又比其他太太又能够忍 她的忍功尤其了得 如果说有机会再娶一次的话 我觉得娶了小珍 真是天上标下的礼物 你想想看李静良 老婆对你这么好 这么的优雅量 给你这么多的空间 而且一个这么好的爸爸 可以制作你做生意 小珍应该算是 全台湾原量卡 发行量最大的发卡银行 很多男艺人都羡慕李静良 讨到了一个好老婆 纵使下了节目 这对夫妻的相处也很综艺 看得出来小珍很爱李静良 回忆当初 2002年小珍刚刚回到台湾 还没有出道 在一场聚会当中 她认识了一个 看起来坏坏的男生 小珍是我的朋友的生日聚会 那小珍是跟他妈妈跟妈妈的朋友 去那个夜店听那个现场的表演演奏 那是经过朋友介绍的 那也是就是跟他妈妈跟妈妈的朋友聊天 然后才发现这个 有小珍这个这么可爱的女生 所以事实上完全没有追求 什么秀秀姐这个荒唐的说话 玩起长发 她是小珍的母亲秀秀 今年45岁了 李静良的朋友爆料 当初要追的不是小珍 然后那时候离家学长就觉得说 隔壁有一个女生长得非常漂亮 然后她想要过去跟她们聊聊天 就我们过去跟那位女士打招呼 顺便聊聊天的时候 想不到那位是小珍的妈妈 然后 在妈妈秀秀的牵线之下 小珍和李静良认识了 隔天是小珍主动传了一封简讯给李静良 借口道歉 开始了这一段风雨不断的感情 那事实上是在小珍疯狂的追求下 哪有 不能追求你啊 对啊 我们互留了电话嘛 那隔天是她传电讯给我说 这个是昨天啊 如果说妈妈喝醉了还是什么的话 要多报寒 那事实上妈妈是非常的 礼貌非常的 完全没有喝醉 那我就可以感觉到 她就是找一个理由想要追人 那身为男生 我们一定要这个有礼貌的回答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是一直处的有礼貌 然后一直后来跟我结婚到现在 一直都是处于有礼貌的状态这样 对所以事实上在家里 我对她的事情非常有礼貌 不管她怎么办法问 她是说是是是 所以结婚很勉强 结婚一点也不勉强 是说当初认识的时候是这样 但后来经过她的女生 小珍的爸爸 可是鼎鼎大名的瓜哥 这一点的确让李静良在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有点却步 她担心害怕大明星的女儿可能会很骄纵 没想到慢慢的相处认识之后 李静良逐渐发现小珍善良体贴的一面 但毕竟是和胡瓜的女儿谈恋爱 免不了狗仔的跟拍 偏偏李静良她还蛮配合的 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拍到 她的花边新闻比男艺人还要热闹 从此她被贴上了花信的标签 而小珍就像是个连续剧的苦情女 她不断地为她的男人解释 不断地原谅她爱的这个男人 有人要问聪明如小珍 为什么要如此委屈自己呢 你那时候有没有劈腿 两天都同时进行 有啊 当然有啊 小珍有没有俩共过 有啊 有俩共过 你们当初的那一段怎么走过来的 其实我们的某核其实很简单 没有很少为了什么事情吵架 那大部分都是因为一些 华边新闻呢 会有一些故意快 就是没对夫妻的过 那其实是常生活中几乎 体股不管是洗衣住行 都非常没有可以 真的不会为了这些事情吵架 赵彤说实在不敢相信 电影剧情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 李静良既不爱又花心 同时跟三个女人交往 去年11月底 三个人一起出现在男方家 才让劈腿的事件曝了光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有默契 就是在那一天突然就 都集合在他们家出现 我们大家彼此很尴尬 就先问了说 她是谁 那她又是谁 那我们大家彼此的关系是什么 为了求证赵彤也曾经打电话给小珍 不过没有得到善意的回应 她就说关于什么事啊 你跟她是你跟她的事 我跟她是我跟她的事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看你怎么想 我觉得拿捏自在有分寸 我觉得是自在于我们 我们自己这样 那我们跟老公的相处模式 也只有我们自己私人知道啊 你说我身边最经验助理也不一定会了解 因为私底下关起门来一定是我们 除了我女儿了解以外 一定是我们两个最清楚啊 所以你说别人去说什么东西 我觉得嘴巴长在人家身上 没办法去控制什么 今天要照一个人的谣太容易了 因为你可能对这个人的印象已经是这样了 你再听到一点点事情 没有经过求证 在这边再听到一点事情 更认定你觉得这个人是这样的 那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你不用去查事情的真假 也不用去看他的逻辑性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这样的 就像他讲说他其实什么事都会跟我报备啊 那其实我觉得信任这种东西就是 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 加加紧紧串起来一定都会 你就会知道他有没有在说谎了嘛 那所以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很放心 那反正周边的事情 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每一件事我都知道 也不是说他要刻意隐瞒或是什么 那你明明知道不是这样的事情 你就也不用有什么好担心的 会不会觉得他管他你 不会啊 其实他是非常明理啊 如果按照一般的老婆的话 像我这样常常出新闻的话 长期已经被乐界啊 关起来软禁了 事实上他对我还是给我一定的空间 因为你软禁了那个笼子还在做 除了先生的画面新闻不对 2007年 胡瓜既连爆出了大麻案 炸毒案 这大麻烦一个接着一个来 三月总算来了个喜事 小珍怀孕了 胡瓜带着女儿小珍 还有准女婿李静良一起发送喜饼 点上喜悦藏不住 精心凉大 好 来 穿着红色地修礼服 怀孕三个月的小珍 看起来风雨许多 虽然最近家中风波不断 不过小珍和李静良的丁昆宴还是照常举行 就是先前准备工作很繁琐啊 所以我们一直都很累 然后昨天也都忙得很晚 然后就失眠这样 然后就很累很累啊 所以希望赶快吃完午餐 然后赶快回去休息这样 那什么时候决定跟小珍就是 构渡一生呢 什么时候决定 应该是看到的第一眼吧 第一次开始的话 我就感觉到他才能跟我共度 你很烦耶 那后来是 当然因为他年纪也轻嘛 然后那时候在冗总工作也都要值班 那当然是因为说 感情他轮到 你干嘛太怕样子 烟雨棒拿出来的表现的时候 就觉得该给女生一个交代的时候 然后觉得仔细想想 就是你的确是可以 这个共度一生的人 然后就征询他的意见 征询你爸妈的意见 他爸妈的意见 让他觉得说 当然可以好好的希望能够走完一个 一集可以回去的步验 2007年9月12号 女儿Emma出生 为这个家带来了新的交情 早女营的父亲李静良 也在生产过程中 全程陪伴 以律吧记录下小珍的生产过程 那看到小孩的那一刻 我是觉得他不是很幸福 因为我就是好像 眼睛被一层眼被盖住了这样子 女儿出生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女儿出生那感觉很特别啊 因为女儿一出生有点 那个 tata 下来跳成就完了完了 后来他眼睛眨一眨 你看这个眼睛长得非常漂亮 眼睛跟小珍是真的非常像 对 所以就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想到小珍最漂亮的地方 你说只有眼睛吗 对 那其他的地方如果有稍微不足 我想以后生为他爸爸了 会帮他补 但是他实际上越长越可爱 而且小孩子其实我觉得 五官一点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整个精神 跟感觉起来他的灵魂 真的非常的可爱 小孩生出来自己也吓一跳 想说自己本身怎么可能会突然有点小胎 现在习惯了三四点以后 就会觉得说 还好自己有点小胎 那什么时候再拼第二胎 拼第二胎这一定是没有什么时间表 但是我们一直有这个计划 有人说李靖良多次被跟拍 怎么老是学不乖呢 外头谣言传的满天飞 小珍人就是关起门来 他努力地在经营自己的婚姻 他是网友们票选出来的最佳人妻 我们支持来看资云记者丁雪铭 美景台的报道 经过最近这么多事情 然后我发现小珍他非常支持我 那另外真的很谢谢我的岳父岳母 那也很感谢他们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老婆 结婚是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开始 李靖良准备好挥别过去当一个好丈夫了吗 2009年6月6号 小珍和李靖良补办婚宴 而就在婚宴的前三天 李靖良他又被拍到照片了 对象竟然是小珍的好朋友毛毛 很多人都在问小珍 这样子的老公你还要嫁吗 你还敢嫁吗 想不到才刚拍完婚纱 这个周六将补办婚宴 李靖良疑似又被抓到偷心 只要他去拍到什么 只要不管他有没有做什么坏事 我们都要出来解释很累 前一天晚上他知道我要去桃园开会 然后他就跟他朋友问我说 可不可以搭个顺风车 载他们去开派对 到一个顶级旅馆开派对 你现在跟你毛毛毛毛巾吗 我觉得当然就是你的想法 我觉得 我已经说过了 如果会造成大的困扰 我一定要避嫁 从默默无名的小医生 到如今知名整型诊所的院长 李靖良他终于体现在 加入一个明星世家 他的生活必须有所改变 他必须要收敬要收心 来维系这段 得来不易的感情 她说她已经成熟很多了 她最感谢的是小珍 因为小珍始终选择相信她 也会有男生的朋友 可是我跟她就真的没有怎样 我把我自己当男生在跟她相处 所以我可以跟她两个人出去吃饭 可以聊天 可以聊到很晚 可是没有怎么样 但是我是已婚人士 我不应该被拍到 我跟另外一个男生单独 只是这个点 所以我们常常吵的是这样 她一直开始其实听不太懂我在讲什么 后来慢慢慢慢慢慢 她还懂说 原来是真的连到跟女生都不行 所以有一次一周开手的拍手 真的吗 所以你也颠抱着她 对 那你以后就想说 轮到你了 因为你拿那样的照片 因为什么事情我都知道 我想要写出来我看着 那的确会很多人问我 就说你老婆就是这样 对 但相对的 她也了解到我之前的困扰 事上这个人我也认识 她们就是好朋友 也跟我们也是很熟 所以看着对我来说 一点伤伤力都没有 所以别人就会一直问一直问 所以我能了解到她的困扰 所以就是要减低这种机会 那我们在看别人的八卦都非常进去 不管是越写得越烂越好看 还好爽 但是真的写在自己身上 我觉得很痛苦 如果有人在劝小生说 我们还不跟女士挤过女生 你要回答他什么 很多耶 我们今天每天都有人在楼下排队 很多人都 你不知道今天是喔 没有啊 其实周边当然是很多人会这样讲的 可是我觉得 他其实再改我也再改 所以怎么样把它修到最好 还是一个课题啊 再下一个伴侣 说不定 他的伴侣没有我好 我的伴侣没有他好 所以应该是互相成长的 那种 所以就是 这样我们不要再劝你们离婚啦 有人劝我们离婚喔 怎么那么好 好啊你 为什么没有人圈我离婚 对你来说事业跟家庭会比较着重的感动 以前我是会事业第一家庭第二 现在可能会倒过来 就是家庭第一事业第二 很多观众发现我很少在上通告的 因为现在戏剧啊 跟这个主持这方面 也希望说能够朝这两个方面发展 那以前如果有加上通告的话 可能几乎就是没有戏没有主持就是通告 就这三个一直在乱 每天每天几乎都在工作这样 有时候连六日都在工作 所以一到一日都在工作 有时候牺牲掉的小孩子可能第一次表演 或是第一次要出去大郊游的时间 所以后来就觉得还是要把工作减低这样 哦 grip1 3 2 4 6 4 9 5 s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